消防员正在旋转餐厅和女友吃饭 这时女友注意到 后面一对情侣正在求婚 男人拿出戒指 正准备说点什么 突然他看到旁边的人好像都在看着自己 甚至拿出手机拍照 他变得十分紧张 对面的女人准备接过戒指 但男人太过紧张 拽得太紧 戒指掉到了地上 两人都很尴尬 对视一笑 男人蹲下去寻找 女人也下去帮忙 看到这个场面 消防员也被两人逗笑了 女人成功在桌子底下找到了戒指 他满怀期待打开 发现竟是一对耳钉 女人懵了 问男人是不是开玩笑 男人解释道 下周是你的生日 想给你个惊喜 争吵声引起了旁边人的注意 但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女人突然起身 就被旋转座椅卡住 被夹在柱子中间 女人痛得尖叫起来 声音引起了消防员的注意 她赶紧跑了过去 她让餐厅经理赶紧把座椅倒回去 但经理说只能顺时针旋转 女人捧骨严重受创 紧张的男人要消防员赶紧救他 他需要找个工具来把座子撬开 女友则不停地安抚他 消防员很快找到一把斧头 他让女友扶住他 女友让他看向窗外 消防员跪在地上 开始撬开桌子 两斧头下去 桌子终于被撬松 两人合力把他抬走 他们让女人躺在地上 帮他检查伤势 发现女人喷骨骨折 内脏动脉出血 他们需要赶紧用甲板护住 他们扯下桌布 然后把女人翻身 给他做了紧急处理 一旁的男人不断地向他道歉 他们已经在一起五年 男人之所以没有求婚 只是害怕被拒绝 说完 男人当场就跟女人求了婚 女人也终于答应了他 这真是一场难忘的求婚仪式 只不过这代价有点大了